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真正的关键 如果他不点头 所有的这些会谈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谈 或者是说就算是谈了 也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早在川津会定案前 金正恩就密访大连 急着对国际表态 自己有中国大陆这老大哥当靠山 更一度传出中国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背后下指导旗 习近平应该是有提醒金正恩 哪些事情可以做 哪些事情不必急着做 所以金正恩也知道说 只要跟中国大陆有默契 他就敢面对这个川普 中国大陆对北韩的影响力持续发挥 加上在川津会登场前夕 中国大陆官媒又公开呛响 强调没有中方的参阅 中战宣言随时可以推翻 显然金正恩对川普开出的任何支票 还得要习近平愿意买单 要谈韩战结束战争的话 那么肯定中国的角色是不可被忽视的 中方绝对要会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 那么对美国已经牵制作用了 台面上的美朝两国对话 背后更多是美中朝三方角列 不过就如同川普在会前记者会上多次提到 双方分歧的一帖很难一步到位 尽管如此这场美朝峰会 依旧牵动着未来的东亚局势 就算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但是只要说他们有初步的默契 要就这个比如说废核 还有对于这个中战协定 可能会走这个外交的途径 因此现在在东北亚的局势呢 慢慢趋向缓和 这个也是大势所趋 而东北亚岛链之下的台湾 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中美双方在北韩这个问题上 有持续进行的讨价还价 当然台湾绝对不是局外人 也不能那么作弊上官 及早因应相关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对应方式 究竟这场川经会 双方能达到什么样的共识和交易 还是未知数 但可以确定的是美朝会谈 对东北亚的影响已经逐步发酵 欢迎新闻江浅东黄云廷台北报道